而台湾要解封 现在难道看到曙光了吗 我们来看到就是根据了目前统计 全国染疫率是来到了9% 其中呢 北北基桃更是在11%到16%之间 反倒是近来可以说疫情北降难升 但是指挥中心认为了 近期的中南部的疫情应该会来达到高峰 而如果呢 全国染疫率达到10%之后 陈时中也认为了 若以这个确诊数字呢 就会来下降 若以这个单日新增8万例来算的话 也就是说再过三天有机会能够来达标 好不过对此呢 黄利明医师就直言了 他认为这代表了黑数很多 主要是因为现在呢 快筛阳就确诊了 很多人不会去做PCR 而包括了陈秀希教授他也认为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确诊数字自然会减少 也因此呢 她说了这波疫情 不会出现单日破10万例确诊 反倒要留意的是 儿童的感染率很高 现在来到了将近9% 甚至呢 年轻族群18到29岁 但是可以避免你变成重症或死亡嘛 那一样就后遗症来讲 假设你打完疫苗之后 你感染因为是比较轻症 其实后遗症通常会比较少 专家指出疫苗确实能降低重症 但要杜绝病毒或染疫后发炎情况 不太可能 换句话说 对长期新冠 只能提供适度保护 而放眼国内疫情 医师省正男表示这三天 全台加总起来已经低于上周前三天 这是高原开始崩溃的征兆 曲线也正在准备往下走了 他认为二号是高雄高峰 台南也是如此 更有医师大胆预设 全国染疫率超过10% 疫情将趋缓 最新统计现在全国染疫率约9% 北北基桃则达到10%到15% 将缓波下降 也就是说单日新增10万例本土不会发生 但问题是死亡率还是重点 特别是65岁以上 未来都要预防这个年龄层 可能的重症感染 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得过 才可能免疫嘛 经历过严重感染期 目标族群再缩小 因为要与病毒共存 就得把死亡率控制得到 期盼染疫数量减少 同时中重症锐减 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这也将正俊刘一璇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